梅西要退役 本人表态,不为阿根廷拿下大力神碑我不退役 查看树林 6月24日,梅西在国家对度过了自己31岁的生日 从19岁完成世界碑首秀至今12年过去,马拉多纳接班人三届世界碑还是莫能帮助阿根廷触碰到大力神碑 两场小组赛紧急一分,阿根廷的荣誉之梦命悬一线 在惨败克罗的亚后,梅西将要再次退出国家队的消息不绝于耳 更有一些人秉着不迫不力的观点是图注推梅西离开 而据《静报》报道,就在昨天的生日会上,梅西已经做出了承诺 自己在没有拿下大力神碑前,不会退出国家队 对于阿根廷来说,世界碑十分特别,对于我来说也是 我总是梦想自己能够夺取世界碑,为他振臂高呼,为他激动落泪 即使幻想这样的时刻都会让我激动万分 同样这也将会给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带来快乐 所以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梦想 梅西在生日会上动情地说 我已经赢得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冠军,但是仍然有野心去赢的世界碑 如果没有和阿根廷一起成为世界碑冠军的话,我不会从球场上退役的 最后一轮战胜尼日利亚是阿根廷最后的机会 而如果冰岛也战胜至少五名主力轮休的克罗地亚,那阿根廷则需要在竞胜球上至少比冰岛多二个才能保证小组出现 局面非常艰难,要知道在1998年世界碑扩军到32支球队后,共有31支球队在小组赛前二轮只击一分 最终只有四支球队晋级淘汰赛,但三支球队都止步16强 同样两轮击一分的阿根廷,能否涅槃重生呢? 好在尼日利亚战胜冰岛之后,蓝白军团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目前他们正在全力备战最后一场比赛,从媒体提前曝光的首发名单来看 阿尔玛尼将取代上一场出现致命失误的卡巴列罗首发 封线位置上迪巴拉和伊瓜因也都将首发 在国家队如此艰难的情况下,31岁梅西选择与国家站在一起,并决心战斗到底 但依照阿根廷目前的状态,即使几近16强,面对拥有豪华阵容的法国,群星闪耀的比利时 未免冠军德国等这些世界杯豪强,他们又能够走多远呢? 四年后34岁的梅西在卡塔尔还能做些什么呢? 不管怎样,希望还在,祝福梅西,也祝福阿根廷 留言 斜杠form 查看所有留言